好 整個事件的關鍵待遇 到底有沒有越界 有沒有執法過當 越什麼界呢 我想大部分觀眾朋友都知道 海峽有所謂的海峽中線 但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在今夏之間 到底有沒有所謂的 限制水域線 以及禁止水域線 觀眾朋友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的金門和大陸廈門中間 紅色這條線 被稱為禁止水域線 藍色比較大的這個範圍 叫做限制水域線 到底有沒有這兩條線 而大陸真的越過這條線 造成了我們的執法 以至於釀出糧死嗎 到底他們越這條線呢 中國的說法是沒有 沒有這條線 到底有沒有這條線呢 將軍 這條線在法律上是沒有的 但是默契上有 所以是默契上 對 那這條線怎麼出來的呢 是用槍打出來的 槍打出來的 對對對 我想說在金門服役的時候 在我們那個年輕的時候 服役在金門第一線 據點都知道 有一種射擊叫趨離射擊 也就是說 什麼叫限制水域線 當這個解放軍 他們的漁船來講 他漁船其實都有編組 有訓練的啦 當到某一個區域來講的話 我們雷達看到 他的區域對我有威脅的話 我們會叫趨離射擊 那時候晚上就腳一踢 輪到你了 你就過去即將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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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等一下我先打 什麼叫做腳一踢就輪到你 什麼意思 就是那個最菜的那個兵 一踢那個老兵 他在睡覺 一踢叫那個新民起床 就去槍口那邊 拿著武林機槍 或者什麼機槍 是這樣沒錯 他為什麼叫天鳥兵 因為他設不准沒關係 是不是 他叫冰冰票來就可以了 我跟你講 那晚上你根本看不到船 這東西 這真的要在據檢 待會兒才知道 我們有一個燈光 就是你燈光指到什麼地方 你槍口對到什麼地方 那打出去 就是到哪一線的位置 但是天鳥打 這人會不會打錯地方啊 不會 紅線的話 比如說紅線來講的話 就是海岸線 海灘線 那是敵人登陸的時候 我們就燈一亮 因為你晚上 你根本不可能瞄準 槍口就對到這條線 那叫夜間射擊 那綠色燈亮的話 就擺到綠色這個燈的方向 朝這邊打 那距離海岸線 大概是一千公尺或多遠 那種距離叫做驅離射擊 什麼叫驅離射擊 那這邊來講就是限制水域 就是說你不要靠近 你靠近我我會警告你 反正限制水域呢 他一旦超過了呢 老鳥就踢菜鳥 菜鳥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然後第二個就是 什麼叫禁止水域線 進來的話就一律集成 那這一次他們到底是 他們的快艇到底是在 我們的限制水域線 還是到了禁止水域線 他其實如果說這次來講的話 應該是到禁止水域線 可是現在後來 到禁止水域線 我們就沒有執法過當的問題啦 沒有 我特別要講 這是我們來講 確實是沒有執法過當問題 但是問題是這條血液線 並沒有雙方政府 並沒有一個就是說 大家再坐下來 在法律上面 大家簽一個日是多少 是久而久之 大家兩岸之間的一種默契 在金門那個地方 你不要拿台灣來比 我這邊有一個地方 我特別講這個故事給大家聽 這叫檳榔雨 可能大家看 可能檳榔雨 這個在地圖上面連點都沒有那麼大 那這檳榔雨多大呢 大概還不知道我們攝影棚那麼大 他是還不知道我們攝影棚那麼大 對對對 那他靠近哪裡 他在哪裡 這個是小金門 這個是大膽島 我們比較熟的 對 大膽島 大膽 這個是檳榔雨 這個是小金門 小金門在這裡 對 小金門 所以他在靠近小金門的地方 然後我為什麼特別講這個檳榔雨呢 這檳榔雨就是雙方默契形成的一個分界線 所以他就在現在還是現在 他現在就是在這個所謂的靜止水魚線 就紅色線上面是不是 對 那一般來講這個島 為什麼後 我會特別講這段過往過世 大家都知道 同時你就可以體會到雙方之間 怎麼形成這種默契的界線 這個島就是不大 你沒辦法駐人 也沒辦法駐軍 但在當年那個時代來講的話 雙方來講順土必爭 對不對 這個雙方來講就是會到那個島上去 可是他又守不了 對 他又住不了 因為沒有水也沒有食物 那我們就在上面插一個國旗 我們自己插一個國旗 然後他們看你插上國旗 他們就游泳過來 然後把我們國旗拔掉 插上他們五星旗 然後後來大家形成默契以後 就一三五我們過去插 二四六他們過來插 那禮拜天呢 禮拜天到時候大家就放假 但是插完以後還有一個默契就是說 插完以後 我把你國旗拔掉以後 他們不會帶走也不會丟掉 我們也不會把他國旗丟掉 放在現場 就放在現場 然後明天等你來插 就你不要那麼麻煩 你還帶一面騎士過來 你的騎士給你放這邊 那我們拔掉也放在那邊 就有一天 怎麼這麼有意思 對對對 金門那個地方 其實雙方來講的話 就久而久之行程默契 打來打去沒意思嘛 那個水鬼摸來摸去 後來有一天 因為這個颱風來 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蛙兵就沒有游泳過去了 沒有游泳過去以後 那他們過來以後 他們把他們旗子拔掉 是 拔掉以後 他覺得說 我們沒有用過 就沒有把他的旗子拔掉 他一看你釋放善意 對不對 他就我們釋放善意 因為我們把他旗子拔掉 結果他自己過來 把旗子拔掉了 帶回去 然後從此以後 他們就不再插氣 我們也不會過去插氣 就因為這個事件 因為這個事件 這就是雙方默契行程 那以前金門 金門我們知道 他叫戰地政務 戰地政務不是戒嚴 戰地政務是軍人去管 所有的民事 包括經濟 政治 或者是教育 交通 全部由軍人來管 所以戰地指揮官叫 金門叫司令官 他跟司令又不一樣 司令官是連老百姓都管 叫司令官 是整個地方是戰地 所有的老百姓都歸軍人管 所以胡連他們金門 把他當作一個 恩主公在拜 他因為胡連是那個地方 他對金門很多的建設 地方父母官 跟地方父母官一樣 對 跟地方父母官 他是軍政都管 那後來這個地方 到現在為止 檳榔嶼 大家都知道 就是我們海軍署的船 追他們的船的話 然後大概過這條線 我們有什麼默契 就是海軍署他也不在追 所以他是一條隱形的線 對 隱形的線 沒有講好 也就是我們海軍署 到現在雙方來講 已經沒有戰爭行為的話 是 我們的船追他們的船 他們有一些越界的船 然後過來以後 我們大概追過檳榔魚 我們也不再追了 他們就回去了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兩 那條船 如果說絕對不是漁船 因為快艇怎麼捕魚 快艇沒辦法捕魚 那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個會不會有說 這個走勢 或什麼的可能性比較大 他們自己的老百姓 他們自己那邊民眾 有沒有這種走勢行為 第二個我特別要講一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越界捕魚 既然他不是要捕魚 那他越界幹嘛 我跟你講也有可能越界捕魚 那大陸漁船 為什麼要越界捕魚 你知道嗎 大陸漁船 為什麼要越界 通常都是這片海 那個魚為什麼都會跑到金門 小金門這邊來 那他要到這邊來捕 說的也是 你不說因為這條線 魚兒又不知道這條線 對不對 我看完要講說 那個魚也是要投奔自由 游過來這邊 因為他在外面會被抓 你知道到這邊來不會被抓 哎呀魚這麼聰明 對真的 我跟你講 為什麼不是魚這麼聰明 而是大陸他們 這個魚 以前他們沒有管制 他們沒有管制老百姓去捕魚 老百姓 就濫捕 我跟他們在海上接觸過 他們魚 魚雞一出來 那個船很不得了 一兩千艘船 他們那種 所以這兩艘 這艘絕對不是漁船 他們漁船作業是一個 集體一種共同的一個行為 譬如說你是負責捕魚的 我是幫你送水送食物的 所以他們一捕就是捕好幾天 連續在海上好幾天 然後他運捕是另外有船幫他們運捕 所以那種才是真的漁船 但是他們也因為說漁船太多了 所以他們把把這個這個金門 馬祖周邊海域的很多船都很多魚都補光了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講這個慈禁魚捷 捷徑干擾 浪費資源資源 那但是因為我們金門 小金門這邊 還有馬祖這邊 周邊地區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不讓他靠過來 我們是因為安全 戰地 所以我們這邊會開箱把他趕走 所以變成魚在我們這邊 就很資源很豐富 所以他們就會想要偷偷進來捕魚 那現在來講的話 像將軍說 這次可能不是為了來捕魚 這個東西不是 他們其實大陸來講 像我講一個就是黃魚好了 黃魚現在不是很珍貴嗎 其實以前根本不值錢 像金門人家老一輩 他們根本不吃黃魚的 為什麼 因為滿海都是黃魚 那種黃魚多到就像我們現在的五國魚一樣 就這麼多 但是都被大陸漁民補光了 因為他們那時候沒有說是保護自然資源 這種觀念 他們出來就全部補光了 所以變成說現在那個魚 大概在金門這個小金門沿海 那金門就特別很奇怪 因為軍管嘛 所以說是其實金門的魚也不發達 他沒有什麼大船去捕魚 他們大概那時候 因為我們也會限制老百姓 你不能隨便到海邊去 所以那個到海邊去挖個蚵仔 都要有採蚵鎮 才可以到海邊去 你平常 所以金門的漁民其實並不是很多 所以金門來講 周邊的漁產反而在那個海域裡面 周邊的漁產是最豐富的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他們就會想要跑進來這邊捕魚 雖然說我們開了槍 那個時候我們雖然說開了槍 但是他又撈一把就走 撈一把就走 那金門那個海邊魚多到什麼程度 就我們到哨水桶 阿兵哥吃完廚房 到海裡面一到魚 然後魚就湯進哨水桶裡面 所以根本不必住 鱈魚 對 就是你要 多到自己會跳進來 固定在那邊到 那我研判這條船可能是什麼 第一個就是 那你說可能是走私 有可能是走私 有可能是來放流刺網 因為潮水 基本潮汐比台灣要大 是 潮渣會高到 那你看那個時間 大概那前兩天前 大概是初四初五 其實是潮汐最大的時候 也就是他退潮的時候 來這邊放流刺網 然後漲潮以後 魚就流進來 就有點像石門的 澎湖的那個石戶那種樣子 就是魚游進來 我這邊一攔 對不對 這個退潮也會魚 魚不走 我過來收魚 也有可能是這種船 但是這對大陸來講 他們也認為是違法的 就大陸來講 他也不認為 但不管他是合法還是違法 大陸認為我們這次執法過當 因為他們不承認 有所謂的 驚嚇之間的限制水域線 或者禁止水域線 確實是沒有這個線 這東西我覺得說 就是其實我建議 這些 既然發生這件事情來講的話 我覺得兩岸來講 不要在這方面爭吵成那個 因為會傷到兩岸民眾的感情 那重重點是說 金門這很特殊 不只是光漁船 還有這個飛機也是個問題 你知道金門跟廈門那麼近 那個機場塔台 那個飛機 你起降 雙方都要有默契的 雙方如果說 我們的上一機場飛機起飛 他廈門那邊也是民航 民航局的飛機 雙方起飛的飛機 如果說是沒有一個默契說 你飛哪個空域 我飛哪個空域 有可能會有飛案意外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現在講說 M5-3航線 對不對 我們畫M112航線 我們有時候飛機 就飛到大陸下面進去 進去以後再出來 因為有霧化 就不曉得飛機 那太近了 你知道飛機大概幾秒鐘 就過去了 所以說你可能沒有看到機場 你飛機就不進去 剛剛其實將軍談到M5-3 從M5-3 選前的M5-3 到後來春節前夕 我們不讓台灣旅客 到大陸去旅遊 到今天的 今夏之間的禁止水域線的 執法事件 一樁接一樁 真的有可能讓兩岸關係 持續的升高緊張嗎 我們來聽邱台三 談到陸客的部分 因為有傳出之前 就是針對說要開放的部分 總統是有不開心的狀況 那是不是說 你說的 總統 對 官方署是沒有先跟陸委會 來支援 基本上8月23號 大概各相關單位 在國安會的會議裡面 就已經做了這樣的一個 基本定調 那我們當然期待對岸 能夠有比較善意的 這樣的一個回應 我想基本上 整個球是在對岸 因為我們從去年的8月23號 我們就已經宣布了 那能夠生效的時間點 就是他們開放 他們的路客到臺灣來旅遊 我想這基本上是一個平等互惠 那我想也對國內 自己國內的業者會有一個交代 不然的話 如果只有我們的人出去 那我們國內的業者恐怕也會 向政府抱怨說 那你都鼓勵國人出國 那國內的旅遊 要怎麼樣來照顧 我想這個都是要同省 同樣的來做這樣的一個對等考量 這個事件很有可能是賴清德就任 之前的第一道難題 佛亞 賴清德當選之前 大家就知道說 如果是他當選 中國一定會極盡所能的 幫他穿小鞋 製造麻煩 因為中國就是要去對外釋放說 他不喜歡賴清德 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所以只要你一當選 包括本來講好的 這個要開放中國客來台 我也不跟你來 然後這個 派這個小快艇 然後去騷擾你 這些灰色戰略 一定會更多 所以這件事情 其實本來就是賴清德 他要有所準備的事情 他絕對不會天真到說 覺得我選上總統 然後中國就會對我敞開雙臂堆滿微笑 這個本來就是我們自己要準備 那今天剛剛前面又談到 這個所謂的快艇的這個問題 我也不認同在臺灣 有一部分的聲音 把他導向說 這個是魚全沒有談好所知 因為這件事情 剛剛前面將軍也講得很清楚 他說我們也要回來檢討 我們自己有沒有執法過當 不是 這絕對不會有執法過當 剛剛將軍說 這邊有執法過當 因為他已經越過了禁止水域線 那如果說今天這都有執法過當 因為乾脆哪天中國的快艇 直接開到金門登陸就好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條快艇 其實我們內行 我在海上經常跑 經常做海融快艇 因為你剛剛地圖上面 其實那幾個島 金門的所有島都是我在管 所以我經常會 這邊大膽惡膽 那邊那個像私語 對不對 其實你現在地圖上面看到 這些一系列下來 最遠到東地 那都是我的房區 我每天在那邊跑 阿倌這一次抓到了這這這一次的這艘船 第一他沒有準的名字 第二他沒有這艘船的症 第三這艘船是一個國家的 飼料都沒有 這叫三五 所以他是一艘幽靈船 三五的意思是說 去到中國的海邊 也是照料 對啦 這點我認同王玉川講的 其實老公我跟你講 這件事情 大概他們國台辦 那他們有點借題發揮囉 不是 他可能剛剛沒搞清楚 我覺得他搞清楚這艘船也是違法的船 以後 他就不講話 他不會搞清楚啦 我覺得他不會搞清楚 他怎麼可能搞不清楚 他真的違法的船 他就是為了要來怪台灣 任何海域都會被海巡抓啦 一定的啦 所以阿強這艘船是 如果走去阿強的海域 那邊也會幫你 問題他走過可能不會幫你 如果這一艘是中國縱容他來的 他就不會抓嘛 就很簡單 他不會縱容他來 這艘船 你看為什麼會翻船 他不會超舟啦 這種船速度多快 時速到七八十公里以上 那種雙旋機外艇 我們跟我們海龍蛙兵那個船一樣 那譬如說你在海上 你如果不會看海峽 那個泳跟浪不一樣 浪是翻過來叫浪 這艘船你要頂 他才可以 你如果說是這樣子斜型的話 我跟你講 你斜的在泳上面就翻了 所以如果他開船來這堂的 他這人不會開船 這絕對不是漁民 也跟漁權什麼都完全沒有關係 所以說如果你要以這條 根本就是身分不明的船 作為一個說不行 你一定要跟中國低頭 你一定要跟中國認錯道歉 你一定要跟中國所謂 坐下來談的話 這完全只是去附和國臺辦 對於這件事情 你要說他借題發揮也好 或者是說國臺辦 根本就是尋釁知識也好 我們來看國臺辦是不是尋釁知識 因為國臺辦強烈譴責 臺方驅離福建漁船 他們還是借定他是漁船 導致兩人遇難 他們怎麼說呢 他們官方說法是 我們一直秉持兩岸家親的理念 為了保障這都廢話了 反觀臺灣方面 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 他講民進黨當局誰啊 以各種藉口強力查扣大陸漁船 他事實上他指的民進黨當局 當然就講給賴清德聽的嘛